昨天這個發言人會後來 轉述說就是本來中央有六項問題 要來評估但是昨天是突然暴增 10倍變成61項這個部分 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什麼狀況 關於這個就是有關消防署 這邊在做煙控模擬的審查 的確第一次審查的時候 有九項要做說明 第二次審查六項 現在要進行的第三次 第三次我們一看到那個資料 有高達61項 的確啦 的確就是說 因為這個部分 對我們的立場來講 我們是尊重專業 就是專業 我們尊重 但是也就是說 關於這個審查方面 怎麼樣能夠在 我剛剛一開始都提到了 安全絕對是大家所重視的 沒有問題 那能夠就這些問題 我們當然也有責任 我們也督導要求 這個 遠雄 你必須要提出 該有的 你都要拿出來 這是 這是責武旁貸的 我們一定是做這樣的要求 只是說 我們希望說 在這個審查方面 能夠還是要加速 事實上大家都了解 大巨蛋從95年到現在 到現在超過16年 可以想像 在一個都會裡面 我們現在大巨蛋的 所處的位置 不只是 這些從東區到信義區 從這個東區到這個 我們信義商圈這一帶 還有文化的軸帶 運動的軸帶 其實大家 我相信市民對於大巨蛋 在安全無遺的情況之下 其實也是期待 他能夠盡快的完成 那更何況 我們也必須要看待 不是只有地方 中央也希望說 能夠怎麼樣 讓這個地方 能夠更振興 所以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 明年2023台灣燈會 就在這一區 我們也很認真的在做規劃 所有的這些規劃 都已經在進行當中 所以我想 大家還是面對問題 能夠真正來解決問題 才是比較重要 市府您講到61項 但是花次郎今天 市府可能有一些誤解 他們說到最後只剩15項 他們說不解市府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那是列給我們看的 OK啊 這個我們都尊重 你是61項也好 15項也好 OK 因為這畢竟是審查 不是我們在審查 那是消防署審查 那幾項 或者是分成怎麼分類 我們都尊重 我們現在意思是說 本來我們是希望脫工 可以讓該完成的先往前走 那你既然要合在一起 那就是說好 如果合在一起 又會 能不能夠比較能夠即使來做審查的話 那就會一直拖下去 比較是這樣 至於說我剛剛一直講到 消防署的審查 我們尊重 我們尊重 只是說能夠盡快來安排 讓這樣的審查 能夠盡快來通過 我想對整個大巨蛋來講 我們的安全的把關 我們比誰都重視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好不好